郭文貴議員 郭文貴議員好 主委 這樣一話院長說沒有安全就沒有核四 請問我們有安全嗎 沒有,你不敢背書 當然沒有安全,我們不要說沒有安全 我們先來看核四的歷史 公安事件有三大,變更設計一大堆 三次淹水 還有一次更好笑的是 測試期間發生全黑事故長達28小時 超過24小時 來,我幫你做了一個表 看這個表,我們就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害怕擔心 人為書師201件 師工不當123件 再來,越來越可怕 如心融毀疑律 如心融毀疑律 六十二件 偷工減料 五十七件 偽造文書三十二件 泡水十七件 火災十六件 膚色外洩 膚色外露疑律 七件 膚色外露疑疑疑 七件 包括,比較小的問題 像注意改進事項也好 比較小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 我們按照不同的等級 我都有準備才來 沒準備不來 要不然你就指證我哪一項數據是錯的 我不曉得您數據的印記在哪裡 如心融毀疑律 有沒有 有沒有六十二件 蛤 扶正外露疑疑律 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一個歸類 我們沒有這樣子一個歸類 你看 這個風是怎樣 是老天爺都生氣了是不是 蛤 主委 是 主委 你不能夠沒有準備就來站這裡 你講話更是要 當然有準備 你講的話更是大家要注意的 齁 元能會主委 非同小可 蛤 我都告訴你這麼具體的數字 這麼危險的事件 蛤 來 主委 那至少我可以講最清楚來的 你們44項核四的變更設計裡面 G1到現在 喔 不是啦 你們的變更設計裡面 還有44項是 原廠G1 不接受的 不接受的 那怎麼辦呢 我沒有得到這樣一個數據啊 對 不是說第一不接受 而是到目前為止 對對對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成親 對對對 其實這今天最新的消息啦 所以你沒有得到這樣的 我原諒你這個啦 前面的不可以啦 但是這個可以啦 齁 你的幕僚告訴你了嗎齁 不是 這是台電的副總 喔是台電喔 原來原來會都聽台電的 沒有啊 所以我不願意聽他的啊 我想跟委員報告的就是 委員剛剛講的 沒有錯 我們也在我們的管制的項目之中 還好你也告訴我 那這些並不是 一一不願意背書 就有了解 非常好主委 這還沒有澄清 好很好主委 趕快去澄清 人家不接受是一定有道理的 來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不要浪費了時間了 我們知道 有更重要的事情主委 有更重要的事情 好是的 我非常高興聽到你剛剛說的 說你不聽台電的 那麼我來告訴你齁 是 你要來跟大家講 台電跟我們講 不蓋核四 店家要轉 說核電是最最最環保的 最乾淨的 最便宜的 因為它通通沒有算 核廢料的處理成本 江院長因為 質詢的時候 時間不夠 他也說 這個有核後端基金 結果核後端基金 兩千多億 被台電借走了兩千億 好這個不管 問題是 核後端基金也是納稅來表性的錢 那怎麼不算在成本裡面 那怎麼可以算是 第一的能源 這個是電費裡面扣下來的 所以這個也不叫做 納稅人的錢 這是電費裡面扣下來 是使用者付 電費扣下來不是人民的錢嗎 是你的錢嗎 是台電的錢嗎 但是有用電的才付嘛 我的時間非常寶貴 我要就針對你 我的時間非常寶貴 我要就針對你答覆的 來再問你 剛才我很認真聽喔 你說有能力可以處理核廢料 你還舉了有能力處理核廢料的瑞典德國 對不對 丹麥 主委你知道 芬蘭 你知道這些他們通通不要核電了嗎 對不對 芬蘭跟瑞典沒有啊 瑞典早就不用核電廠了 主委 還是有 主委 趕快告訴他 有嗎 都已經十幾年沒有了 主委 你到底有沒有準備功課啊 不是 跟委員報告 他瑞典跟芬蘭 一直有用核電 然後 甚至於芬蘭最近 才有通過一個新的核電廠 主委 我現在剛剛講 我就針對你講的 是 瑞典 德國 丹麥 你剛剛第一次講 丹麥不是啦 我講芬蘭 你是講芬蘭啦 我聽錯 主委 這些呢 他們都已經知道 核電如果要算成本 你要把核廢料的處理成本算在內 而且是無材料處理啦 什麼最終處置 也就是給它埋在那裡啦 哪有什麼處置 好 那我再跟你算成本 你不要聽台電了 這個成本絕對不便宜 我們光說核廢料的成本 如果算在電價的成本裡面 他現在扣起來那些錢 夠處理核廢料嗎 不夠 將來還是要大家 再拿出錢來 要政府再拿出錢來啦 所以這個成本呢 絕對是 非常貴的啦 絕對不比其他的能源便宜啦 對不對主委 我的數字不是這樣子 你的數字不是這樣 對 你會喔 你會算核廢料 全世界還沒有人真正能夠 估算精確 他處理核廢料 要花多少錢的啦 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講的就是 世界上是有這些例子 所以從這些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去 你告訴我哪一個國家 告訴我們說他 可以 算出來 他處理核廢料 要花多少錢的 每個國家都有他的算法 你少糊弄我啦 你以為我沒有這個常識啊 現在電腦資訊很發達 我告訴你 連德國都不敢評估 他說 目前評估 但是可能還要增加很多 這只是其中一個國家嘛 那你告訴我哪個國家 瑞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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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一樣說 很難評估 我們繼續努力 主委 我要再告訴你一點 是 高階的在台灣 低階的才在蘭嶼 台灣比蘭嶼還更危險 台灣也有低階的啦 和一二三場也有 我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是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大家時間很寶貴 好的 是 高階的廢料在台灣 低階的才在蘭嶼 台灣比蘭嶼還更危險 這樣邏輯清楚嗎 怎麼辦 了解 了解嘛 是嘛 所以要處理啊 所以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停建啊 不要 不要再跟 跟這個運氣 不要再靠運氣了啦 好 不要再賭了啦 好不好 可是 我剛剛跟其他的委員講了 就是說 即使核是停建 核一核二核三 過去的廢料 沒錯 到廚藝之前的廢料 沒錯 還是得要去面對 沒錯 我越來越喜歡你了 我要跟大家講的 是 我們現在啊 拼了命來處理核一核二核三的廢料啊 不要再製造問題了 我寧可你們把要蓋核四的錢 預算 統統支持你們 支持你們做什麼 趕快去處理核一核二核三 的廢料 錢可以讓你們花啦 你們很愛花錢 你們花不到快啦 但是這個錢要花 花在哪裡 花在保障台灣人的安全 花在核一核二核三的廚藝 好不好 好不好 錢給你們啦 給啦 據我的了解喔 這兩種經費的這個思考的模式 是不太一樣 所以能不能把核四說 未來要追加的預算 用來處理核廢料 我的了解是不太一樣的 那不過當然啦 我的這個 我也不是來決定這個事情的 能不能這樣做 我不曉得 我只是說就 核廢料處理的 處理的費用來看的話 他不是這樣子的 很簡單的告訴台電跟 這個圓能會 是 台灣經不起啦 我們也沒有一點本錢可以賭啊 所以呢 你看 光是高階的到現在都在台灣 在台灣的精華人口最集中的東北部 蛤 你覺得我們不會有輔導 你跟這個江儀化先生院長一樣 覺得我們不會 我們永遠不會 我幾次在對外也是這麼講 就是說 我們在311之後 好 做的檢討 跟國際上是一樣 好 我最後再問你 這個 這個 增加這個燃料棒 用完的廢棄燃料棒的儲存量 這是不是 非常非常危險的事 我想 以你的專業啊 以你的專業啊 全世界都會聽到你講啊 在儲存的部分 雖然剛剛委員講說 更危險啊等等的 它還是符合安全的 以現在在燃料池裡面的 那未來 核一核二 現在準備要申請 新建 這個 乾式儲存 那 我們當然原能會還是會把關 所以只要符合安全的規範 它也可以是安全的 主委 很可惜齁 我本來要開始喜歡你了 我現在又真的要收回我的話了 哼 對不起 我覺得你真的 不配當一個核能的專業人士 我是秉著我的專業的良知啊 跟委員 我不以為然 是 因為擁有的設計可以容納的量 現在 遠 倍數的增加 你告訴我這是安全的 是 因為這裡面當然很細啦 我簡單的講 就是說 這個格價 不是說 原來的這個量不夠了 所以就猛塞 不是啊 第一個 它的格價整個都換過 是用可以吸收中指的這種叫 Borel 就是韓鋒的 你要賣弄你的專業 那我就用我的嘗試來對你的專業 好 是的 我們這麼多的 燃料棒放在那裡 那我們 怎麼樣保養啊 怎麼樣維修啊 你 拿出來的時候 放在哪裡啊 你有沒有 如期來維護啊 維修啊 有沒有 這只要 只要存在那邊 它有冷卻 是不需要怎麼維修的 那 要等到 那你們以前訂出來的那些維修計劃 通通是呼嚨啊 蛤 不是 你們本來訂來99年要維修的 是呼嚨的 101年要維修 也是呼嚨的 通通可以不維修 不是 委員 我跟我誤會委員的意思是說那些燃料棒要維修 沒有 不是啦 就是它那個設施 當然是要維護 是 那你拿不出來啊 沒地方放啊 東西太多啊 所以沒有維修 這還安全啊 這還安全啊 這燃料棒不需要維修 我不是說燃料棒 你剛剛都已經講我的意思不是燃料棒了 是那個磁 那個磁 對 它的 對 燃料棒沒有辦法拿出來 放到別的地方 所以你這個磁 沒有維修 你怎麼知道那個磁安全啊 你怎麼知道它裡面沒有出狀況啊 那都有固定的規範啊 都有固定的規範 主委 而且 你那些燃料棒因為沒有地方擺 沒有拿出來 所以你那個磁 沒有維修 你憑什麼說它是安全的 跟我們報告 甚至於曾經有疑似有漏水 那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要求台電 去做一些 呃 這個偵測啊 確認啊 什麼等等 主委 這些都在做的事情啊 所以我們就為了要維護它的安全 主委我很遺憾你講這種外行話 比我的常識還不如了 不是疑似 不是應該沒有 你該維修的時候 就算它沒有狀況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維修 是啊 那你有沒有做 沒有啊 九十九年該做的沒有做 一百零一年該做的沒有做 你在這裡還敢保證它是安全的 保證沒有問題 我想 我想委員指責說九十九年沒做 一百零一年沒做 假如是 這個 有這樣一個事實的話 這個我是常識啦 有這樣一個事實的話 這個是我們預算中心說的啦 哈 假如有這樣的事實的話 照你們預算書啊 我們就瞭解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有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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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中心是照本來你們編列 預計要維修的 費用啊 我們不會啦 原能會怎麼可能編列預算去維修電廠的 主委我不能再佔用時間 但是我是覺得這真的是很重要 這關係到台灣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不要再呼嚨我們 沒有我絕對沒有呼嚨 那下次我要你提供到底該怎麼維修 什麼時候該維修 把這個資料提供給我們好不好 我會請同仁去請教您指的是什麼事情 你去預算中心看看 看看我們的報告書好不好 是的謝謝